大家好,我是Demi,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今天,来到Richmond Center附近看一个即将交房的全新townhouse 它的项目有三房的近1600尺townhouse 也有三房加一个出租单位的,有2200多尺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三房加flex,有1738尺 话不多说,跟我一起来看看现场吧 好,在前面呢,进门的地方有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的尺寸还是很大,可以放一个L型的大沙发 我们现在进来 右手边呢,就是有一个大的导台 是吃早饭呢,然后这一边呢,是厨房 这是冰箱 双门冰箱 这里有一个pantry,可以拉出来放很多东西 冰冰冠冠啊,油烟酱醋都可以放在这里 好,然后这个是五头的gas,是Bosch的牌子 这个厨房好就好在它,你在洗菜做饭的时候 这里完全可以看到外面 很敞亮 然后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池子 这个机器当中也没有隔断 好,烤箱 微波炉 这工地有点炒,因为旁边还在施工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dining table 这是个客厅 我们先往楼上看 这是主层 楼上上两个台阶呢,就是一个powder room 我们再往上走 它这个楼梯呢,不像一般的townhouse 是一通到底的 它是有拐弯 这样子对安全来说都非常的好 好,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门打开看一下 是一个储藏,而且非常非常的高 说实话,就是你可以放Christmas tree都可以 好,再上几步就到了第二层 第二层这边呢,一共是三个房间 我们先来看主卧 这边,右手边进来就有储藏 这个主卧呢,是拔角的 你看它采光很好 这两边都有窗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卫生间 非常的宽敞 那这边是淋浴马桶 然后是两个sink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再来看 那其他两个房间呢,有共用的一个卫生间 那虽然是一个sink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空间很大 然后是浴缸 这是第二个卧室 这个卧室虽然是次卧 但是尺寸一点都不小 而且它好在它有两边的采光 这个窗户很大 这边是潮南 所以就是找着太阳 因为今天是下雨 所以有太阳的时候 这里采光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从它的卧室看出去 私密性很好 不对着别人的窗户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房间 虽然它放的是一张单人床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一样也可以放一张双人床 一样有朝南的窗户 一样有朝南的窗户 洗衣机干衣机 这应该是30寸的 非常的大 NG的牌子 好,我们看完二楼 然后再到 往下走 就是在雷宾容下面一层 那它是有一个flags room 我们先走到 主层 客厅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客厅 然后再往下走 也是走几个台阶 它就有一个换户平台 不至于你一通到底 万一有跌倒啊 也会摔得很重 而这种就比较好 有一个缓冲 这个是楼下 它呢,这个有一个门 也就是 这里也是可以 就是走到外面去 这就是楼下的flex room 采光很好 全都是大窗户 那事实上呢 如果你想要多一间的 就是这个卧室 多一间卧室也是可以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closet 就是老人呢 不愿意爬 他其实可以 不愿爬上楼 可以用这一间 因为它还有一间卫生间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卫生间也不小 这就是楼下的卫生间 这个是淋浴 很大的空间 马桶 还有一个sink 然后往后退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卫生间的尺寸很大 那再往这边呢 这个是通向车库的 我们打开门看一下 也就是你停好车以后 它现在坐比较暗 也就是说你停好车以后 它现在坐比较暗 直接就可以进到这一边 然后停好车放下东西 这是一个可以放衣橱啊 可以 这里可以放那个进门的衣服啊 鞋子 它是利用了楼梯下面一个空间 这边也可以以后外面的小区造好以后 现在工人在砍树 再修树 以后这边造好以后 都可以往外走 好 我们再回到 组层 它这个房子冷暖 就是冷暖空调都有 所以夏天也不会很热